蘇貞昌院長昨天在臉書上說 相信工的朋友保證 政府絕對會從邊境一路管道餐桌 那麼最後還打上了 郵政府請安心 但怎麼辦呢 眼看不到30天之後 萊豬就要進來了 人民不安心 豬農也不安心 好 所以來看看 這是農委會所提出的 這個養豬產業影響爆幹 看完了之後更擔心了 好 這會衝擊到709億的養豬產業 的報告只有短短4頁就打發了 那麼真正提到風險評估的 只佔了344個字 其中關於一些評估的內容 還有像是一些養豬戶數 豬肉的價格等等 通通都沒有提到 所以引發講萬安不滿 認為說這個萊豬報告才4頁 寫得出來我還看不下去 不過在今天民進黨團幹事長 鄭運鵬就回嗆說 不要說4頁了 你們也會說40頁怎麼夠 這種說法其實很廉價 是在野黨慣用的政治說法 而前立委孫大謙 說這就是執政者的傲慢心態 因為現在民進黨已經選贏 一統江湖 不必浪費時間裝謙卑 評估報告只有4頁 已經算很給面子了 你不看就拉倒 好 同樣是萊豬進口的評估報告 我們要把時間拉回到4年前 2016年當時距離馬前總統卸任 大概還差18天 就他卸任前夕 交出來農委會的這一份 進口萊豬的風險評估報告 寫得很詳細 那麼其中特別提到的就是 恐怕會衝擊到豬內臟 加工 飼料產業等三個層面 影響非常嚴重 損失評估推算一共124億 可是回到昨天我們看到 農委會的這份報告 344個字不說 其實最後他只有一句話總結答4 也就是萊豬進口 他們預估對市場的影響有限 所以可不可以請韓濱告訴我 為什麼同樣是萊豬的評估風險報告 會南遠北撤 還是說真的是時空背景不一樣 如果就是美國萊豬進口之後 對台灣的豬農影響有限的話 第一個我就不知道 當年民進黨那邊 鬼叫鬼叫抗爭了半天 不知道在抗爭什麼鬼 我實在搞不太懂 第二個如果衝擊真的不大的話 你農委會神經兮兮去編什麼 百億豬農基金到底要幹什麼 他衝擊一點都不大 你變基金幹嘛 你應該透懂了 沒差你有種就進來 你們根本不夠看 我台豬隨便都屌打你一條街 不是這樣子嗎 根本就不要怕 就讓他進來 如果都照老闆會講的 那個萊豬口感又差 沒有人要吃 根本沒有人要買 大家怕什麼 根本都不需要怕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你們怕得要命 所以事實上 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還要為什麼只用344字寫 因為其實寫多寫少 對他們來講都是一樣的意思 反正我就是要進 因為我們正常風險評估報告 有什麼事要做 是在你還沒有進來之前 我要先評估一下進來之後 對我會造成什麼影響 會有什麼風險 我是不是要考慮 風險太大的時候 我不要進口 所以我才要去做風險評估報告 我已經確定一定要進口 還評估什麼風險 沒什麼好評估 反正他就非進來不可 我管你 假設風險評估做出來說 他如果萊豬進來的話 會把台灣整個農產品打垮 你以為蔡英文就不進了嗎 他又不是一樣要進 所以那344個字只是告訴你我有做 就是這樣子而已 你看他們這個地方 還真的是幫我們省了納稅錢 你看風險評估報告 只有344個字 之前衛福部不是委託一個大學 去做了一個什麼研究報告 花不到10萬塊 多超值 物超所值對不對 全部都幫我們納稅人的錢都省了 因為很簡單 他就是一信一義就是要進來 今天又出來一個 今天出來這些豬農 我們進口豬商自己受不了 他們自己找了80幾個業者 連妹來開記者會 說我們堅決不進來租 可是我必須講 這一些業者為什麼要出來看 因為現在市場上 已經很多人有疑慮 大家已經不太敢買豬肉了 造成他們生意清淡 尤其是進口豬肉 他根本敢買 而且你政府又不做源頭管理 是 你政府又擺明 我只標美豬 其他我都不管 所以你逼得他們 只好出來自救 但是問題來了 我們台灣只有這80幾家 進口豬肉業者 不是 還有15%左右的沒有來 這15%的對這些業者來講 反正我沒有來承諾 可能我就是要進 你們不進剛剛好 我就進 對消費者來講 我還是防不住 因為政府還是只願意標示美豬 所以到最後結果 對消費者這一段來講 我還是進口豬我盡量不要買 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你們這80幾家業者 還是會被剩下15%的業者害到 要怎麼樣不被他們害到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政府要從源頭去管 政府要直接去標 標說他們這個 就是有萊克托巴胺的 現在是這一些 我們的業者在自救 自救說我沒有萊克托巴胺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因為這一些是業者 他不是政府 他沒有公權力 他沒有強制力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這樣標了 難保不會有人去衛造 難保不會有人自己 也偷偷幫你標 甚至你這樣標了 因為你沒有強制力的結果 也沒有辦法去確認 你到底講的是真的講假的 所以我覺得 不過現在政府這一塊 真的是丟給業者自己 是 所以這一切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是政府懈怠自己的責任 所造成的結果 政府懈怠責任 就明顯擺在他的風險評估報告上 我只用344個字 意思的告訴你 我政府根本不想評估 我根本不想管 我就是要你吃 民進黨現在甚至有人講說 連窮人的 你可以讓窮人吃 窮人可以多吃一點 他也可以吃到肉 連這種話都已經講出來了 你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政府的心意是什麼 其實他們吃了衡脫鐵核心 就是要我們吃萊克多巴胺 問題是 我現在一直在疑惑的就是 你們為什麼始終不肯把 跟美國人交換了什麼 告訴我們 當年馬英九至少 他開放美牛之後 至少換了一個美國美簽 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到底換到什麼 只換到虛無飄渺的 國際地位提升 只換到那種虛無飄渺的 我們將來可以談判 到底是什麼東西 民進黨真的不能告訴我們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說真的 我覺得全國民眾 真的要有一種自覺 這個政府已經不管你了 他根本不管你的死活了 誰要管你的死活 當然是你自己 所以你一定要出來 跟這個政府對抗 不過看來關於風險評估這件事情 政府感覺上好像推給廠商 風險評估這件事 感覺推給民眾自己來承擔 同樣是風險評估報告 為什麼馬政府做出來的 就是衝擊損失會124億之高 而蔡政府卻告訴我們 對市場的影響有限 永平 首先我只能說 馬英九政府在當時 就是講了大實話 因為用任何角度 那個時候馬英九就要卸任了 所以他相關的官員 自然沒有必要 再去考慮什麼政黨 這件事情對誰有利 各方面 他當然就是按照公務員 正常的專業跟良心來做 所以那個時候的報告 是值得信賴的 可是現在的民進黨政府 為什麼不值得信賴 因為再怎麼說 鄭英鵬也是一個立法委員 有必要護航到這樣嗎 一個萊豬這麼大的議題 全國人民沸沸揚揚 你就算說你要替他擦枝抹粉好了 你做文比賽 你寫文章也用心一點吧 你寫個四頁什麼意思 對不對 你至少也可以寫個十頁 十四頁對不對 你一個薄薄的四頁 然後裡面寫得毫無內容 也表示毫無影響 你這樣的話 你從民意監督的角度 都不用考慮政黨立場 行政跟民意代表的角色 都沒有互相維護 不過鄭英鵬說 就是因為衝擊不大 所以不會寫太長 這還出來護航 所以我才覺得說 這種護航的嘴臉 就讓大家很看不下去 其實你就算是同樣執政黨的 你也可以說 我們認為沒有什麼很大的影響 可是外界疑慮很多 請你舉證多一點 你的寫的內容豐富一點 然後去做一下民意調查 知道民眾在哪些部分 有所疑慮 譬如說對健康方面有所疑慮 那你是不是健康的部分 你放一個專章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現在民進黨 真的已經護航到了 本來我對鄭英鵬委員 其實我跟他也滿熟的 我對他的問政 一直還覺得是水平以上 但是他這樣的反應 也變成打手一個 我個人是覺得滿遺憾的 我覺得今天萊豬的問題 民進黨想要用這種 就是說你反對我 你有任何意見 我就全力把你的聲量打壓下去 不習慣電視台 然後不習的去打臉優質的廠商 然後不習的發動綠網軍 上網路去進行恐怖攻擊 我覺得這種事情你做 民眾冷冷的也在看 民眾難道都是無事之事 都是可以被你蒙蔽嗎 我認為採取一個全面性的掩蓋的 想要打壓的方式的話 那只會官逼民反 只會使得明年整個民意大反撲 可是嘉宇偉你有沒有覺得說 確實像永平提到 就是說民意黨內自己的這些立委 民意代表互航互得太超過了 那麼包括針對這短短四頁的 風險評估報告 其實是不是也曝露出 現在蔡政府的一種心態 就是真的是執政的傲慢 就是說我連眼都懶得眼了 我也不用好好寫 我覺得所有的政策 都一定要完整的評估 所以執政黨也必須要對人民交代 就是說到底這些是不是有完整的評估 然後豬農的態度 如何會影響到豬農的產業 這個是大家最關心的 目前為止我覺得政府的態度 就是鼓勵大家吃台灣豬 然後建立台灣豬的品質跟標章 讓大家就是多多食用 好的國產豬肉 不管是營養午餐或是各種 對於我們這些立法委員而言 其實站在食安的角度 能夠把關該把關的 我覺得大家當然都是盡心盡力 可是問題就是說 在某些如果外界有一些曲解的部分 也必須要出來去說明 我覺得說四頁的報告 因為我們在當明代的過程中 其實政府很多的這些評估報告 往往都是言簡易改 例如說要經費的時候 往往就是被拿出來做文章說 幾頁就要多少錢 再過去花博或等等 其實都有類似的狀況 你說這些是不是就是代表說 整個政策評估不夠完整或是什麼 倒也不一定 只是今天講到這個產業的衝擊 我覺得另外一個可以去了解的方向 就在於說 目前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依據說 萊豬跟美豬價格其實只差0.9元 到底這樣子的價格 是不是有一個真實的依據 我們也請農委會後續必須要去追蹤 去了解 因為一旦萊豬的價格是遠低於美豬 或者是遠低於現在大家認為 市場上最低的加拿大豬的時候 那個影響可能就會更大了 雖然今天下午 我們的進口商有8成以上 都要開記者會宣布 就是完全不會進口萊豬 甚至會自主標示 民間是自立自強來做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也期待就是說 未來對於台灣豬的衝擊 如何政府能夠把關好 因為以現在來講 我們看到日本確實也因為 會開放萊豬之後 豬肉的自給率是逐漸的下降 進口的豬肉是逐年的增加 台灣目前的自給率 如果一旦降到85%以下的話 對於台灣的豬農就會受到影響 這也是我們農委會的評估 以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的自給率確實也是 慢慢在減少 代表說我們有食用 進口的豬肉的需求 如果以這樣的狀況來講 一旦萊豬它的價格 衝擊會影響到豬農的話 當然也會導致我們豬肉的價格下降 甚至也會影響到 我們的自給率也會下降 這個影響就會非常的嚴重 所以當然現在政府拿出130億 就是希望說 幫助我們的豬農能夠升級 能夠外銷 能夠有更好的品質 但是一方面我們也要防止 這種低價傾銷的狀況 因為一旦大家開始使用台灣豬 豬肉的自給率又有限的情況之下 台灣豬當然就物以稀為貴 可能一方面台灣豬的價格 會開始升高 可是問題是 如果台灣豬的價格升高 萊豬的價格又比較低的話 當然我們會擔心會有一些 二職的黑心商人 他會不會濫於充術 或者是用低價的這種去混充 所以政府要做好把關 這個是最基本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 不管是衛福部或農委會 這個台灣豬標章 一定要做好把關滴水不漏 因為一旦我們相信了 這個台灣豬標章 你就要百分之百的做到說 確實他貼了 就是一個公信力的保證 可是現在說不會百分百 台灣豬標章 這個部分我今天也有問 陳時中部長就是說 現在外傳這個 有加工食品 例如長衣 香腸裡面的長衣 如果不是台灣的 還是可以有台灣豬標章 因為這個開罰一到十安法 標示不實是衛福部 衛福部怎麼來看這件事情 部長的說法是說 就算他拿到了台灣豬 百分之百的這個標章 但是他的長衣還是要標示 要告訴大家說 我這個長衣是來自於西班牙 來自於歐洲 來自於哪裡 必須要標示 如果沒有標示的話 就是標示不實 可以罰3萬到300萬 這個是今天陳時中部長 在達詢的時候強調的 所以我也認為說 就算貼了台灣豬標章 只要你不管是長衣 雖然是薄薄的這個長衣 但是還是必須要讓大家知道說 這東西到底來自於哪裡 但是來自美國 它也不代表是不是有含萊劑 對不對 它不標萊劑 對 不標萊劑 但是問題就是說 來自美國還是必須要標示說 我這個長衣是美國來的 大家可能就會覺得說 因為看到美國就會怕 這是現在大家的普遍心態 所以基本上 至少能夠讓民眾知道 這個豬的來源是哪裡 這個產地來源是哪裡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可是委員 我必須講 陳時中部長的說法 跟陳吉仲委員 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陳時中部長 就說長衣另外要標示 這個我覺得很神奇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 有個香腸長長衣另外標示 但是陳時中說 他去市場看都有標示 市場長衣有標示 但是陳吉仲的講法是說 其實台灣豬只要標99% 是台灣的豬肉就可以了 不用100% 所以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農委會他管台灣豬 跟國產豬跟標章 跟台灣的農產品 但衛福部他管食安法 你的標示 你的相關是不是有依照 我們的法令 依照現在的法令就是說 豬肉這些都要標示產地果 不管你是屬於加工的 或是什麼樣的成分 豬油也要標示 強制做到都要標示 所以就算農委會發給他 百分百台灣豬標章 但是衛福部還是會要求說 只要不是台灣豬的 國外的豬都要標示產地 不管你是長衣 你是豬油 你是哪個部位 全部都要標示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